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好孩子 大龄是外向性性格 老师说了 这个孩子呀 学习还可以 作业很快能完成 就是茅草 兴趣广泛 最近我发现他特别喜欢那个超女 尤其是李玉春 有的时候会不听话 虽然他没敢给我老师直接向嘴 但是我知道他有话想说 不像那个小龄 更听话一些 更好管理一些 其实我们都明白 不管是老师 还是爸爸 还是妈妈 都希望孩子乖一点 好管理一些 我就会很省心 很省事 但是孩子哪里有那么简单呢 性格到底有没有好坏之分 是不是那个内向的小龄就一定是最好的 外向的小龄就不好呢 我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 性格可没有好坏之分 只有特点不同 有的父母就喜欢外向的孩子 有的父母就喜欢内向的孩子 有的人说内向好 有的人说外向好 到底谁好 我认为都好 都好 妈妈怎么说呢 妈妈说 哎呀 我的那个小女儿啊 就是心事太重 其他都挺好 我最发愁的呀 就是我这个大女儿 你说她呀 一点老大的样子都没有 毛毛凑凑 又不稳重 又不好管 说一句 她讲三句 你说都是一个麻生的 怎么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呢 是啊 都是一个麻生的 为什么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呢 就是因为性格不同啊 为什么不同呢 第一 性格如果不同 对妈妈的反应就不同 举个例子 比方说今天是星期天 妈妈说了 今天星期天啊 正好有一个时间 我们都来打扫卫生 各自把各自的一摊打扫好 妈妈的花音刚落 直言快嘴的大龄就说了 妈 不行 今天我已经给同学约好了 我要出去 回来再说吧 这么冲 妈妈立刻就会说 不行 每次都总是你有事 先给我打扫卫卫生 打扫卫卫生再说 妈 我都给人约好了 凭什么不让我出去 打扫卫生有什么重要 我这屋差不多了 我不要弄 我不要弄 我必须要出去 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这一吵呢 一顶嘴呢 妈妈就更生气 妈妈说你要再这样的话 今天你就不许出去 总是不听话 吵来吵去 大龄特别特别的生气 说我今天非出主意不可 有重要的事情 你不让我出去 我就不出去了 咣当 甩着门就走了 小龄呢 心里暗暗的着急 她说这可怎么办呀 我也跟同学约好了 其实我是跟大龄一块约好的 我们要跟同学一块出去玩的 这可怎么办呢 但是她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没吭声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扒 往抽屉里一扒合上 把药洗的东西一藏 床底下 差不多床一破屏 妈 你看 我打扫了还行吧 妈妈心想 还是我的小女儿 就是不给妈降嘴 就是懂事 好 看看 其实她就是略微看一下 就高兴啊 要确就不严格了 行了乖 可以了 妈 我也想出去一下 有点事 跟同学约好了 我会很快回来的 行 去吧乖 早点回来 注意安全啊 你看妈高高兴兴的走了 所以妈妈说这小女儿好 这不一样 这就是说性格不同 她们对妈妈的反应不同 外向性性格肯定是直言直语的 妈妈我要出去 她有什么话立刻就会 吐口而出 就会说出来 内向的小孩会想得多 而说得少 会动脑子 不一样 第二 性格不同呢 按说孩子的性格不同 妈妈应该采取不同的沟通方法 但是妈妈呢 在这里的这个妈妈呢 却采取了同样的方法 对外向的孩子她也这样沟通 对内向的孩子她也这样沟通 当然是不见效的 实际上孩子性格不同 我们给他交流的方式应该有所不同的 第三 为什么说一个妈妈带出来的 却如此不同呢 第三个原因是 两个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经常得到肯定 这个孩子就会很高兴 很快乐 他就会去重复着 去做一些让妈妈快乐的事情 对不对 如果那个外向的孩子 总是得到批评 得到指责 不接纳 那他经常不接纳 不接纳 他就有的时候会容易逆反 也许会故意跟妈妈对着干 对于不同性格的孩子 如果家长使用同样的沟通方式 结果一定会截然相反 那么 对于内向和外向 这两种不同性格的孩子 进行沟通时 该如何区别对待呢 第一 外向性格的孩子 热情奔放 拥抱 如果对这样的孩子呢 你也要善于去给他拥抱 去迎合他的热情 他就会很开心 就会容易按照你说的去做 那相对应的 外向是热情 奔放 拥抱 内向是什么呢 内向是默不作声 要保持距离 他不会轻易地跟你握手 也不会轻易地跟你拥抱 第二 外向的孩子呢 善于表达 我发现很小的时候 学说话的时候 我发现就外向性格的孩子 学说话学说得要早一些 零压力齿 机智灵活 而内向的孩子呢 是表达得晚 又不太善于表达 但他们善于倾听 他们是想得多而说得少 外向的孩子既然特别善于表达 那我们恰恰要少说 多给他一些说的机会 通常情况下 跟外向的孩子在一起 20%才是我们说 80%都让他说 就是二八定律呀 但是要内向的孩子就不了 跟内向的孩子在一起沟通 那就要我来多说 我要引导他 帮助他多说 这是不同的沟通方式 比方第三 外向的孩子 通常是不守规矩的 首先打破规矩的 都是外向孩子做的事 最跳皮捣蛋 搞破坏的 都是外向孩子多一些 有一个外向的孩子 太陶 你猜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他把所有电脑上的软件 都给删除了 然后把门一锁走了 那于是老师知道 就非常的生气 就会非常的训斥一顿 非常严厉的训斥一顿 怎么可以这样 老师我错了 老师我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你放心 他嘴上是这样说 一转脸又犯了其他的错误 他经常是大错没有 小错不断 这就是外向的孩子 那相对应的内向的孩子呢 比较老实 比较古板 他比较老实呢 老实就很喜欢表扬他 爸爸妈妈也喜欢表扬他 但是对于一个内向的孩子来说 他本来就很老实很乖 你越表扬他就越乖 你越表扬他就越板 回头这个孩子变得死板 他的创造性思维绝对不如外向性孩子 那怎么办呢 那对于外向这样不守规矩的孩子 是一定要经常的去重复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啊 几点钟睡觉啊 几点钟以前要把作业写完啊 你写完了没有啊 快到时间了 你要不断的去堆 督促他 去检查他的进度 那对于内向的孩子呢 恰恰相反 他会写作业从头写到尾都不离开那个凳子 你恰恰就得让他过了一段时间 行了不写了停停打住打住咱不写了 来起来去玩一会儿 就得这样 所以内向和外向的孩子是不同的 第四 这个外向的孩子呢 是刀子嘴豆腐心 通常他们的嘴巴很厉害 内心深处其实非常善良 你别看刚才那个大龄 哇哇哇的跟妈妈吵了一顿 摔着门就出去了 也许五分钟 他立刻心就软了 哎呀 我干嘛要对我妈妈这样 妈妈好可怜呀 是我不对 外向的孩子从来不记仇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他嘴巴很厉害 内心很善良 相对应的 内向的孩子 别看他嘴上不吭声 链儿有主意 说不定还很狠呢 因为你不容易发现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也许小龄 现在已经喜欢上某一个超男了呢 但是你绝对发现不了 那个外向的那个大龄呢 他要是喜欢周杰伦 一天到晚在家 就喊周杰伦的名字 到处贴的都是周杰伦的画 你就立刻能发现问题 不一样 那对于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孩子 怎么样呢 你更加要放得稍微大度一些 别跟他计较 假如你是一个内向的父母 你很容易去跟他计较 那你就会更加生气 就不值得了 因为他不记仇的 他说完就忘 他甚至有些话说得很过头 但他说完就会忘记掉 那内向那个孩子 狠而不漏的那个孩子 多问一些为什么 多问一些你是怎么想的 不使劲问 你发现不了他内心深处的东西 好 第五 这个外向的孩子 通常是大打咧咧 粗心大意 我们用了一个这个比较负面的词来形容了 通常他比较大打咧咧 实际上他也是比较大方 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样的一个孩子呢 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粗心大意 你看到卷子发现来 有的时候老师就很奇怪 说同样是一个老师教的 为什么你就那么粗心 人家有的孩子就不粗心 其实这是与性格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那于是好了 我们就永远地去帮助他 去提醒他 孩子不要粗心 再细心一些 再注意留意一些 那在这上面沟通的时候 要多留意这方面的问题 那相对应的 内向的孩子呢 就会细腻而深刻 好不好呢 用的是地方都好 用的不是地方都不好 细腻深刻用到学习上真好 所以老师通常会很喜欢内向的孩子 那细腻深刻如果用的不是地方也不好 他容易小心眼 容易钻牛脚尖 不够大气 恰恰我们在沟通 在进行 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要如何培养他的大气 要让他放得开一些 要让他粗犷起来一些 这是不一样的 通过张琪老师的对比分析 我们知道了 一般情况下 该如何与内向和外向性格的孩子沟通 可当他们生气时 又分别有什么样的表现 做父母的 又该如何与他们沟通呢 再比方说第六 外向的孩子 当他特别生气 特别郁闷的时候 给一点点阳光就灿烂 对不对 一句话就能把他给逗乐了 可是内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 内向的孩子要是生气 能够生很长时间的气 挥之不去的阴影 或他有什么心思 会在心里藏很长的时间 比方说一件小事 星期一 考试卷发下来了 一看考得不太好 他会闷闷不乐 星期二还不高兴 我怎么办呀 特别害怕自己 万一一直这样糟糕下去 可怎么办呢 星期三还是不高兴 天哪 我这次没有考好 可怎么办呢 下次会不会还这样啊 星期四又想起这件事情了 天哪 我这个真的很担心我 这次又没有考好 越想越郁闷 一直到星期五晚上 吃完晚饭 妈妈说 咱们娘俩出去散散步 去散步的时候 有了一个机会 在一起互相说话的时候 他才跟妈妈说出来 妈 我其实这两天 一直都很郁闷 星期一语文没有考好 你看到没有 星期一的事情 他到星期五才说出来 阴影一直能够挥之不去 所以如果跟内向的孩子 做妈妈 一定要非常的细心一些 仔细地观察 他的情绪变化 发现问题了 及时给予支持 这是不一样的 再比方说 第七 外向的孩子 他内心一中有什么要求了 他会主动提出来 而内向的孩子呢 会让别人发现他的需求 他不是说出需求 是让别人来发现他的需求 妈妈 你看我的裤子怎么样 你的裤子挺好的 没什么 哎呀你看嘛 你都没认真看 这原来没有什么呀 你再看看 哦 还行 反正是有点不太大了 是不是有点短了 哦就是嘛 那怎么办呀 意思就是说 带他去买裤子 内向的孩子经常引导大人说话 你知道吗 他在引导你 让你去发现他 这很有意思 是不一样的 最后 外向孩子特别向往 野马般的狂野 草原野马的狂野 他是最向往的 你就知道为什么 女孩子喜欢李玉春 相对应的 内向的孩子 他喜欢宁静的港湾 那沟通的时候一样不一样 你太野马了 我就要帮着你收着点 对吗 你太在我的翅膀底下 太向往宁静的感望了 我反而要把门给打开 反而要把你推出去 他就让我想起来说 老鹰教小鹰飞怎么教的 最初小鹰生下来 并不是天生的勇敢 也是就喜欢待在妈妈身边 甚至喜欢往妈妈的 翅膀底下拱 这不行啊 鹰的气质 鹰的勇敢 怎么可以这样呢 叫他飞 怎么叫他飞呢 把他带到很高很高的悬崖边 然后逛机给他一脚 把他踢出去 他怎么样 刚开始特别害怕 特别害怕往下面摘 摘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不得不伸展着翅膀 于是他学起来飞 他会飞了 于是他会飞了 对于那些 特别向往宁静 港湾的孩子 就在这样 不一样 总之 性格不同 沟通的方法 应该不同 以上 张琴老师给我们详细讲解了 与不同性格孩子 沟通的方法 但在使用这些方法 与孩子进行沟通之前 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前提呢 什么前提呢 就是 不管他内向还是外向 这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我都特别特别的爱 无条件的接纳 就害怕什么呢 哎呀 我特别喜欢内向的孩子 结果生了个外向的孩子 他有遗憾 有遗憾他就会不接纳 当你不接纳这个孩子的时候 请问沟通会不会出问题 就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呀 亲子关系不合 不是沟通的问题 是沟通以外的问题 比方说 你是不是真心的接纳他 这是大前提 在这个大前提下 总的来说 内向外向的沟通 有这样一个注意事项 比方说 外向的孩子呢 总的来说 是比较好沟通的 你给他扔一个话题 他哇哇哇的 能说一火车 你能够立刻看清了 他想说什么 他想要什么 这是比较好沟通的 而且他的心事 都在脸上写着呢 一看都能看到 还有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跟他直接对话 那好 跟外向的孩子 我们都要永远地 装着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几句话 这句话要永远地装着 对于外向孩子 孩子 你还可以再慢一点吗 孩子 你准备好了吗 你要不要再想想 再做决定 你确认 要这样去做决定了吗 什么意思啊 这都非常符合他的性格特点 对不对 他快 他狂 你要帮他收 都是永远装这些东西 但是有的父母呢 不理解 为什么要永远装着 装了一段以后就说 张老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烦死了 我怎么样来说 他都改不了 有一句话叫做 本性难移呀 性格有一部分是天生的 是本性难移 他很难改 所以你要长久地 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准备 装着一个他最需要的东西 他是外向 他最需要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慢一点 稳一点 停一停 停下来看一看 检查一下 再走 永远 包括我们爱人之间是一样的 夫妻之间 有的时候 过一段时间就烦了 说我老提醒他 老提醒他 我烦死了 我要提醒他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一辈子 一辈子没有一个头 因为这些你给到他这些东西 实际上是他最需要的 是他最欠缺的 是他最感谢你的地方 你干嘛要烦呢 那对于内向的孩子 总的来说 其实他没有外向的孩子好沟通 更加需要你们两个的亲密度的和谐 再比方说 因为内向的孩子呢 通常会比较脆弱 心事会比较重 他对安全度的要求会很高 如果你要突然说 哎我说 你是不是有谈朋友了你 妈看你说的说是什么呀 他有也说没有 他没有也说没有 而且你要这么直接了当的把话扔出去 他立刻就会把门给关上 在以后的时间里边 哪怕看电视 哪怕你说别人的事 只要与早恋案有关的 与恋案有关的 他立刻就会离开你 他特别的敏感 他害怕你又来跟我说这事了 早早就离开你 所以对于这样敏感的话题 对于内向的孩子 绝对不可以太直接了当 那要怎么办呢 第一要给足他时间 给内向的孩子 如果有大的问题需要讨论 一定要给足时间 第二呢 一定要做引导 慢慢把他内心伸出的话 慢慢地给他引出来 再来说怎么办怎么办 给到他最需要的支持 好了 不同性格的孩子 我想就要从这些方面呢 给到他不同的支持 祝愿您都能够跟不同性格的孩子 能够友好的相处 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这一集张琴老师给我们的启示是 针对孩子不同的性格特点 运用对应的方法 沟通效果才会明显 亲自关系才会融洽 人们常说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但如果夸的方式方法不得要领 结果会适得其反 那么 都有哪些夸孩子的技巧呢 敬请关注下集如何夸孩子